老师陪小朋友吃营养午餐到底该不该在导师费之外 另外再领一份补助金呢 各界看法不一而各县市的做法也不一样 新北市现在已经从这个学期开始编列预算了 这笔费用叫做午餐指导费 一餐领下来是50块钱 不过现在引发争议 因此新北市也呼吁教育部应该建立统一的标准 前学期开始 新北市国中小导师陪学童吃营养午餐 每个月加发200到500元不等的用餐指导费 学生家长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市长对孩子的用心 跟一般其他行业的费用 这个实在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老师有相对付出一些对孩子的时间跟心理 因为他不是在一个教学的状态上 所以我会觉得说需要到这么多钱 换算下来平均一餐的指导费是50块钱 预算由地方政府编列 但是各县市做法不一 小朋友他们吃饭 仓后结牙什么等等的 还有礼仪啦 用餐的这些过程都是要注意的 因为午餐的一个休息时间 并不在老师的一个授课的范围 以及授课的时数里面 除了导师以外 那所有的老师只要在学校用 跟孩子用营养午餐 午餐的费用都是由老师自付的 江卫部也打算邀及县市政府讨论 研商统一标准 考虑是否由中央给予经费补助 以后在来和老师之子打算邀及到老师之子的 以后一口 我感觉到老师们以下组在 请还是要论